2016台湾杯国际自由车场地经典赛 日前在新竹市18-3自由车场盛大开幕 共有11个国家的选手参与 新竹市长林志坚以东道主的身份 欢迎各国选手同场较劲 一同角逐自由车的最高荣誉 2016台湾杯国际自由车场地经典赛 今天非常高兴在我们新竹市的自由车场 正式的荣重的来开幕 那首先我想我要特别借这个机会 要特别感谢我们中华民国自由车协会 李开智执行长在这个运动赛事 一直的推广跟协助 当然更要感谢我们教育部体育署的一个支持 选手们把握时间加紧练习 尽管大家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和肤色 在运动场上的出发点都一样 就是秉持着运动家的精神比一场最好的比赛 运动员宣示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承诺 为了体育的光荣和运动的精神 追求运动员最高理想 我们将以真正的体育精神参加比赛 遵守各项规则 服从裁判之判决 宣示代表 这次新竹市连续三年举办一级赛事 今年适逢奥运 许多选手需要争取积分 好取得奥运参赛权 也因此今年的参赛选手人数暴增 新竹市教育处欢迎民众到新竹市立自由车场 欣赏这难得一见的急速竞赛 也替台湾的自由车好手加油打气 台坡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